歡迎大家收聽 開聲 看真點 來到第七集 今集繼續有我 威廉 還有一個新的拍檔 阿忠 跟大家大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阿忠 我們今天錄音的日子就是一個在香港人都應該會很期待的日子 就是4月21號 為什麼會這麼期待呢 尤其是體育迷 又或者做運動的朋友 就是知道今天21號就是體育處所 終於可以重開了 阿忠 你有沒有做運動 或者進入球場運動場 有時自己去打籃球 街場打籃球 或者跟朋友踢球都有 但是暫時都沒有機會 今天第一天享受打球的樂趣 是嗎 那就響個頭炮 今天錄音後就今晚回去球場射球 但是還未知道室外的場地 做運動的時候需要不需要戴口罩 因為她比較常無靈兩可 即她的答案 她有沒有說到 即特首有沒有說到 室外的體育處所需要戴口罩 以我的理解就是還要戴口罩 因為譬如下街跑步那些 之前要戴口罩 以我的理解到現在還未取消這個限制 所以我覺得做其他的戶外運動 應該都是這個做法 即是要繼續戴口罩 各位聽眾記得留意 下街跑步或者打球 無論室內或室外 記得戴口罩 如果進入體育處所 記得安心出行 安心做運動 我們之前開聲看真點 做了一連八集的瓦冠特別版 故意邀請了不同的嘉賓 去追蹤一下傑智在J組的形勢 亦都會分析除了傑智之外 還有同組的對手 青來聯 神戶勝利船 甚至退賽了的上海海港 我們都會聊一下 大家記得去聽阿冠特別版 內容都相當豐富 今天阿忠帶來什麼新聞 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籃球的新聞 之前就是關於香港籃球代表隊 打不打到亞洲杯外圍賽 因為NBA現在開始打季後賽 再打一輪 所以可能之後都可以為大家 講一講最新NBA那邊的戰況 說近一點就關於香港事 南總搞哪科這一陣子都很多風雨 南總其實話說香港籃球代表隊 需要出戰2025年的亞洲杯籃球外圍賽 本身就安排在C組 跟關島、新加坡和柬埔寨同組 這個外圍賽賽賽 本身就預定在5月31日至6月5日去關島進行 但是在4月初的時候就有新聞報道 香港籃球總會就突然間決定放棄出戰這個亞洲杯外圍賽 其實除了香港之外 總共有18隊 總共有5隊 包括香港之外還有4隊 都是以不同的原因 就退出了這個賽事 但是香港籃球總會 其實本身自己就沒有主動公佈這件消息 純粹是有傳媒朋友去看這個亞洲杯外圍賽的資料才發現到這件事 最初南總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很嚴重 之前不要說我們 就算是運動員 他們都沒有一個場地去練習 之前南總說因為港隊沒有練習 怕球員受傷 所以就無奈棄戰 但是在追問之下 南總也說 預算不足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這件事出了街之後都引起很大的回響 香港一眾的籃球迷都對這件事很失望 另外也有很多籃球界本身的球員或其他人士都出聲 因為其實這件事就這樣看起來 這個退賽的決定應該沒有跟運動員或其他教練等等作出這個決定 變成其他球員都蒙在鼓裡 他就不知道賣什麼糊塗賣什麼藥 結果就對整件事都很失望 也都因為這個社會迴響這麼關注的關係 所以也可能令到南總也知道自己拿了東西 所以就在4月10日出了一個聲明解釋這件事 以及就說已經重新向Fiber和亞洲籃球協會那邊申請重新參賽 但是傳媒就引述消息人士說 香港今次重新獲得參賽機會的成數應該都挺高 所以如無意外香港還有機會在5月底6月頭出戰亞洲杯的外圍賽 跟關島和新加坡比拼 柬埔寨之前跟香港一樣就說退出了 暫時都不知道柬埔寨有沒有重新申請 如果柬埔寨也會維持退賽的話 香港C組賽事的對手只剩下關島和新加坡比拼兩場賽事 大概就是這樣的來龍去脈 我們開聲看其他拍檔 在私底下都有講到南總這麼出奇不已的安排 他們就很搞笑地把南總和竹總做一個類比 很多人都這樣 他們用四個字的形容 他們兩個總會就是壞語更壞 但是他們就說竹總是壞 南總是更壞 因為他們是連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是真的沒有錢 還是又說疫情的原因而放棄這個參賽 因為其實他們在放棄這個參賽的時候 是沒有跟任何人溝通 就是阿忠剛才都說到 連跟政府部門去溝通都沒有 那麼他這個安排就 令到很多運動員、教練甚至球迷都摸不著頭腦 但是呢 又發生在香港的一些體育總會和機構 又好像不是很出奇 因為這些總會一直被人說習慣 所以現在疫情 其實他們可以很大條道理 他可以放棄不攪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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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攪 例如籃球、甲一、甲一 其實都無聲無息 他也沒有說不攪 不過就是 又沒有說會重開之後 就會恢復回聯賽 其實本身甲一的常規賽 其實都舉行了幾輪 對 還有甲一就打單循環 然後就入季後賽 其實場數不是很多 那其實照計 還有呢 甲一籃球都會在室內場 照計就不受天氣 說會不會太熱的影響 那照道理呢 如果體育處所可以重開呢 都可以研究一下會不會恢復球櫃 對啦 但是又沒有聲氣的 藍種 來到今天錄音的日子 藍種又或者叫Fiba Asia 對於香港隊重申去參加亞洲杯外圍賽 是沒有任何消息的 沒錯 沒有消息的 我們所接觸到的資訊和新聞 其實都起碼是一個禮拜前 對啦 對啦 都沒有任何更新的 沒有 看看會不會有好的消息 給香港的運動員 因為呢 有很多人都這樣說的 其實香港隊的目標 就不是放在2025年的亞洲杯決賽中 反而是透過外圍賽這幾場賽事 去備戰未來的亞運 沒錯 反而這個才是他們想參賽的真正原因 因為如果要進入亞洲杯決賽圈 就算是陪跑居多 即是以香港近年的籃球成績 但是反而亞運呢 因為參賽隊伍會比較多些 他們可以爭取得好些的排名 亦都會相對機會較大 反而他們是想透過這個外圍賽 為到亞運去練兵和選擇 希望這個消息或者這個風波就快點結束 希望香港隊可以參賽 接下來會在關島 關島 沒錯 希望香港的籃球員 這個代表隊可以去到關島出戰 沒錯 除了本地的籃球壇 我們今集主要講籃球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例如我們講到 例如南總這個亞洲杯的風波 來到看遠一點的籃球 當然要講美國 美帝的籃球 要講NBA NBA 現在來到錄音的日子 其實在季後賽都打了兩場 甚至是第三場都有打 來到第一輪的賽事 簡單講一下 NBA 其實去年我們都請了一個很資深的籃球評述員 邱宇勤 跟我們開聲看 聊聊聊天 他講到 由他解釋 NBA自從在2020年 要進入奧蘭多的Bubble 去打 因為疫情 就要在閉環的形式去打 然後產生了這個 play in 叫做 季後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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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排名的球隊 就會跟第七、第八的球隊 即是78、90 就會打一輪play in 然後呢 才定出第七、第八種子 去打這個 play off 即是季後賽 就是 東西岸 常規賽 第七、第八的球隊 先打一場 贏了那場 就會成為 季後賽 第七種子 然後 常規賽 第九 第十 又會再打一場 贏了那隊 就會跟第七、第八 輸了那隊 再打一場 贏了那隊 就會成為 季後賽 第八種子 今年的play in 今年的play in 有什麼好奇呢 就不是參賽那八隊 就看我來講 就是沒有參賽 即是連play in 資格都沒有的 胡人隊 就是聲光陰陰 阿忠也笑了 就是聲光陰陰的 洛杉磯胡人 有立邦詹斯 韋斯 暴禄 安東尼大維斯 人稱AD 安東尼大維斯 還有 安東尼 安東尼 Carmelo Anthony 甜瓜 聲光陰陰的陣容 等於西岸明星隊 他連play in的資格都入不了 在常規賽 應該是排第十一 十一 僅僅不能夠打這個 富家資格賽 講完胡人 我是用少少空時間去笑一下他們 講一下 現在第一輪 季後賽的 一些match up 一些對戰 和一些近況 好啊 講到東岸 季後賽第一輪賽事 熱火暫時2比0領先在英隊 英隊就是剛才說的 play in 還以第八總之身份 進入季後賽 但是暫時這兩場對著熱火 都沒有什麼板斧 和熱火的主力 尖米畢拿 都打得不錯 所以現在暫時熱火都領先2比0 另外就是 第二種子的賽爾特仁 暫時2比0 領先著波洛克林 南網隊 這兩場 南網的杜蘭特 都沒有什麼手感 兩場都令到網隊 比較陷入苦戰 上一場 第一場 賽爾特仁最後 憑著 追身 的一個 藍底轉身起手 緊勝 南網一分 今早 打第二場 賽爾特仁 還打得輕鬆一點 最後 都是2比0 領先 一間 另外 第三種子 攻陸 暫時和攻牛 打成1比1 平手 另外 今天打第二場 攻陸的第二主力 Chris Middleton 受了傷 暫時未知 傷勢如何 另外 第四種子 費城76人 3比0 領先多倫多速龍 我猜3比0的比數 可能令大家有一點意外 因為本身 都預計76人和速龍 這個Match Up 比較接近一些 可能都可以打一下 但暫時76人領先3比0 對 因為 講少少這個Match Up 就是第四種子和第五種子 相對上 應該是實力比較近一些 但是 他的戰局 就是76人領先3比0 似乎 下燈 James Harden 加盟了費城之後 幫到對球 都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對 因為我猜始終 James Harden 他的橙籃和外頭 都有一定的實力 令到76人的 整個進攻的空間 都真的拉闊了 但是這幾場 我見James Harden 都沒有很上力 等等 赤棟倫暫時 都主要是靠 Joel Embiid 和其他隊友 幫忙得分為主 Harden 還可以的 但暫時還未說 有一些超級突出的表現 但我猜 現在還是季後賽打輪 可能都要慢慢儲著力 慢慢提升狀態 對 因為他們的線路 如果進級的話 很大機會都是對著 有尖尾不拿的熱火 可能James Harden 可能要去到 對著熱火 或者下一輪的比賽 才會上力 或者叫做認真打 他現在的表現 比較養生 做一下助攻 幫我佛球 對 反而很多個人突破 平常規賽 有很多個人突破 去橙籃取分 就比較少 在對著速龍的系列賽 那說完東岸 西岸又怎樣 西岸 第一總之的太陽 暫時1比1 跟糖果打成平手 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太陽的陣中主力 大文寶卡 Damon Booker 剛剛那一場 就傷了後大腿肌肉 暫時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復出 對太陽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的打擊 然後 第二總之的 萬菲斯灰熊 都是1比1 跟明明蘇特木狼打成平手 第三總之的勇士 就是 今週勇士 2比0 暫時領先 這個丹佛金塊 至於 第四和第五總之的對碰 達拉斯獨行俠 暫時都跟 猶他著士打成 1比1平手 特別要講一講 就是 這個Match-up 頭兩場 獨行俠的主力 盧卡當石 都是 下不了場 因為之前 在常規賽一場受傷的關係 暫時不知道他第三場可不可以復出 如果他復出的話 當然 對獨行俠整體的實力 一定有所提升 我猜也可能對著士 有很大的威脅 西岸暫時看的比分 可能平均一些 因為四個Match-up 有三個Match-up 現在打成1比1的平手 所以 西岸暫時看上來 整體形勢相對緊湊一些 對 除了有三個Match-up 1比1之外 勇士領先2比0 他當然 因為頭兩場又有主場優勢 咖哩仔 也都是 史提芬居利 叫 Steph Curry 他對阿先生 名字叫咖哩仔 他也撞得切 在季後賽 復出 因為他在常規賽最尾那幾場 對向賽爾特忍摺傷腳碗 被史希馬特拾砸 好 obstacle問題不大 他也是以後備的內部 在出場時間其實都充裕 需要她的三分的時候又會進入 勇士整體的陣容都是比較完整的 他們的主力暫時都是無傷無病 又有很出色的新人佐敦普爾 尤其是在季味 咖哩仔養傷的時候 他擔當咖哩的角色 連打法和動作都非常像咖哩 反而是一個幸福的煩惱 因為他們的上陣時間可以更加平均 看看Steve Kerr和卡爾教練 如何安排給不同的主力休息 另外就是他的對手丹佛金塊 就有一個主力傷了 謝姆梅里 謝姆梅里 他整個球季都會報銷 因為他上年過游賽受傷到現在都還未落得回場 對,本身就說上規賽82場一場都不打 故意養傷到季後賽才出來 但是呢 其實遊戲一的時候 醫生都說 謝姆梅里其實是可以出場的了 但是梅里對自己的狀態沒有信心 因為82場常規賽相對輕鬆一些 或者節奏慢一些 強到沒有那麼強的賽事 他都沒有上陣 而一下子要他下來打季後賽 他就沒有信心 又怕會再傷 又或者其實就是那個狀態 就沒有上陣 所以他丹佛就沒有了梅里之外 就要靠遊基治 自己丹天堡至尊去衝撐這個場面 看看他會不會去到主場 就是丹佛始終是一個叫做高原地區 會不會有一個相對大的優勢去追回一些場數 那阿忠有沒有 在看NBA有沒有深水的球隊 我本身就是捧尤他著士 近這兩場打 我有看過第二場 但是我就不太看好著士今季的前景 因為我始終覺得對方的組合 又或者是對方的動作 好像差了一點點 還有我想對方好像不太習慣季後賽那種的強度 所以給我的感覺都是差一點差一點 是的 阿忠義的尤他著士 如果他過到達拉斯獨行俠之後 我想很大機會都會對著太陽 是的 都是非常難打太陽 畢竟是上屆的亞軍 亞軍 常規賽成績是第一 是的 那我呢 你為什麼 我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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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我喜歡的那隊已經不在季後賽裡很多年了 是蒂德勒活塞 是的 我在活塞五虎的年代 即是彼納斯、派恩斯、夏美頓的年代 都喜歡活塞 所以季後賽跟我喜歡的這隊的球隊 與球迷欣賞的角度 我本身是挺期待今年的公牛 公牛有加露素 有沙克拿芬 有迪羅山 今季突然到公牛 打得好像微飛色舞 重新變成第二個球員 對 好像在馬刺 甚至在速龍 完全是兩個人 變成一個擔戴琪的球員 他的中距離真的嚇死你 完全是無法記錄 不過公牛比較可惜的是 人稱大波 即是波爾三兄弟的哥哥 朗素波爾 朗素波 就不能夠趕級在季後賽復出了 整個球季都要報銷了 第一圈對著這麼強 有字母哥的攻錄 相信會是一個打擊來的 但又不要說笑 在作客偷到一場勝仗 現在打成1比1 是這個系列賽 看看回到芝加哥主場會不會 橫耳顏色獲得領先優勢 另外我自己覺得 從觀賞的角度 我覺得曼菲斯灰熊今年都頗值得令人期待 因為他們整個陣容都很年輕 Jal Morant在常規賽也表現得非常出色 現在又跟木狼打成1比1 我覺得這個合作都頗好看 而且我對灰熊都有點期待 所以他們表現 對 看看排面灰熊也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上到去應該是對勇士 這個合作就好看 因為大家都有一些很出色的新球員 年輕球員 勇士剛才說了有佐敦普爾 曼菲斯灰熊就有Jal Morant Jal Morant 可以說是超新星來形容 在全明星賽週末 他跟南美洛波 三波 即是波爾最小的弟弟 非常受歡迎 他的個人、鏟籃、速度、個人技術 都是很賞心悅目的 看看如果他過到明尼斯普達目狼 對勇士的話 我相信是蠻好看的 沒錯 NBA的戰報來到這裡 阿忠是不是也有個人獎項 即NBA的常規賽個人獎項分享一下 因為有些獎項剛剛新鮮出爐 每季NBA都會就著常規賽 有一些不同範疇 最佳的球員有些獎項 剛剛NBA聯盟公佈了今年的最佳防守球員 就是由波士頓塞爾特人的後衛史瑪特得到 他也是繼90年代 那時候還在西亞圖超音速 的Gary Payton之後 就是另外一個後衛獎項 都恭喜Marcus Mark 我猜拿了最佳防守球員的獎項 都對他自己和波士頓的士氣都有所提升 那今早波士頓塞爾特人對南網的戰況 都的確看到波士頓他都很著力去防守 南網的進攻球員 無論是杜蘭特或者艾榮都好 都看到塞爾特人今年這個防守 是真的做得不錯的 除了這個最佳防守球員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獎項 包括就是最佳教練 最佳進步球員 最佳新秀 最佳第六人 還有這個當然不少得 就是最佳價值球員 這些獎項都會在稍後時段 陸陸續再公佈 今年的最佳價值球員 就是MVP候選的三位球員 分別哪三位 公佈了 公佈了候選的三位球員 就是麥爾旭攻錄的字母哥 Antonite Kumpo 另外還有76人的做LMB 以及單佛金塊的 Nikola Jokic 尤基智 三位都是打內線球員 可以見到近年的NBA 都有一些高大的內線球員 有些重新掌握優勢 對 我為何會特別說 常規賽MVP這三個候選球員 除了他們都是內線球員之外 他們的風格 跟以前我們所認知的中風 是有些不同的 當然字母哥是比較力量型的 但是三位內線球員 他們的技術都可以是很優勢 對 又會有三分球 現在呢 我想近年 雖然NBA 所謂打小球陣容 喜歡射三分 走快攻 現在好像 就如阿鍾所說 現在好像會著重內線 但是內線的球員 又要打得立體些 他們要經常出三分線 甚至是要大球過半場 做一個控位的角色 所以現在相對 就比起以前 那些戰術的變化 又會再不同了 那我們就 看看季後賽 這三位球員 因為這三位球員都入了季後賽 他們的表現 會不會主宰整個季後賽的戰況 另外呢 時間差不多 分享一個花邊新聞 因為剛才也有說到 藍網 對著波士頓連輸兩場 那 他的主力 空球後衛 基里艾榮 就在第一場之前 就被人拿出來說 說什麼呢 就說關於他的宗教 對 原來他 在季後賽開始之前 即是有 職業的時候 就被傳媒找到他 原來 現在守著齋界 原來他是一個 伊斯蘭教徒 應該就是 這一陣子 或是近年才 改訊伊斯蘭教 所以他現在 在這個齋界穴 他就有太陽的時候 就不能夠吃東西 最多就是喝水 今天也很搞笑地 因為他就 就被人知道 他守齋界 今天 在波士頓時間 就是在晚上打的 就見到他在後備 偷偷地吃一招 是的 有人說 藍網連輸兩場 都有 可能是關於 阿基里亞榮守齋界 可能他的 力量 或者是他 不夠精神 導致 頭兩場都失利 那我就 因為我也有看第一場 第二場也有看精華 其實他的表現是一直這麼好 當然也有其他因素 例如他回到舊東加 其中一個舊東加 波士頓 塞爾特人的主場 他跟之前 塞爾特人 算是不歡而散 嗯 跟波士頓的球迷 一直都惡然相向 關係不好 他也有 一些很惹火的動作做過 之前就故意在 中場圈 波士頓 塞爾特人的標誌 就故意踩一腳 這樣 就令到 波士頓的球迷很不喜歡他 所以呢 這個match up 都是火藥味 非常之濃厚的 那就看一下 這個match up 會打到怎樣 會不會打到第七場 又會回到 塞爾特人的主場 那 今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多謝阿鐘 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陣子的籃球新聞 好 我們下集再見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